这是就自立行当中来说 接着又于此法引导众生 又于此法 就是又于自己所修所成就的法 引导一切众生相同的使令而到达大波内盘 重点叫大波内盘 而成就无三菩提 这是属于利他之行 最后面令华久住 由使令正华久住在世间 加费未来的众生 这是属于护法心 这上平德华心 有自立行 利他行跟护法行 这三种行 接着我们看 这个直辞记的说明 知识是云 上平中山出明之立行 右下明立他行 令华下明护法行 上平的花心当中分成三个小段落 这一桌说明之立行 右下是第二段说明立他行 令华就令华久住 这一句是属于第三段的明护法行 初从未成下明延其也 三个句大乘三选及阴行也 下句求大内盘及原国也 初从最初自立行当中 未成下明延其也 就未成三计借故 是说明内心远的这种希望 想要成就的 那上二计是大乘的三学 上二计未成三计借故 七三穴吞门 是大乘的三学 大乘的三学 里面包含戒定会 戒定会是因 所以说既因行也 因地所修的 所行所修的 下一句呢 正求尼环国 是求大内盘 这是圆满的佛国 圆满的佛国 大波内盘 那三句戒者 出阴若经 既即总是唯一 菩萨三句 色行师进 一色利益界 利益晋恶 节夜烦恼 究竟断固 即止行也 二色三马戒 四处世间大小修正 究竟修固 即作行也 三色众生戒 一切韩式 究竟度固 即以四色行 异名劳益友情戒 三句戒 就三句境戒 那么是出阴若经 菩萨本页阴若经里面 那句即总色为意 句就是以总色为意 总色在一起 菩萨的三句色行 修色一切的行门 完全窘境 第一叫做色利益 色利益 利益是禁恶 是禁着我们造恶业 那是受了断一切恶 所有的节夜烦恼 究竟断除 这个呢就是属于止心 就是止恶 止止的行门 第二 色善法界 色善法界 那么四处四间 就四间出四间 大小恶圣 所修正的八万四间法门 就近修固 完完全全的都相以修行 去做行业 色善法 就你要去做的 是属于作词的行门 作词的行门 那第三 就是色众生戒 一切的含 含有情世的 有情众生 那个就近度固 就近要度透他的言故 那也就是菩萨的所谓的 四色行 布施 爱与 力行 同顺 或者慈悲 喜舍 化疾众生 这个也称作了 劳逸有情界 劳逸有情界 那么菩萨的行门 就是以执行 作行 还有呢 以四色行 则统设了所有的行门 所有的行门 那就叫三聚境界 再来呢 三聚头者 虽是会观 会定 不法 且定会恶学 结果正真 由此得路 顾好三聚通人 三聚头 三聚头呢 虽然是会观 观会 观照的智慧 但是呢 这个会要假接定 所以说非定不法 而呢 没有假接禅定 是不能发起的 这么说来 当中就包含了定会 这恶学 定会恶学 那么三聚头 根据法界次第里面 这三种法 都叫做聚头 是什么道理呢 也就是说呢 能通畅修行的人 使令呢 而契入于内盘城 所以呢 叫做三聚头门 门与能通为义 由此而通畅到达内盘 最初 观一切法 所有的话 都是从英语 好 我们感恩 给我们律师